而周秋假期很多台北的民众呢 也会到士林官邸这边来走走 真的说是热门景点了 而原本入馆参观是免费 但是要告诉您哦 现在文化局预计 在明年元旦开始要收门票 一百块咯 而且还加码开放官邸二楼 包括了蒋苏美龄的书房 画室 起居室和卧房 到时候都可以参观 那馆内之后会有大家老师 为各位做全程的导演解说 我们采取团进团出的参观方式 士林官邸游客大排长龙 等着进场 原本免费入场的官邸 明年预计开始收费 入场参观全票一百元 团体票八十块钱 其实可以再少一点 再签一百块 那您觉得大概多少 您觉得这个门票是 我收费差不多了 我从也不贵 怎么说呢 您觉得如果要收费的话 还好我从也要把我违修 士林官邸一年维护管理费 要价一千三百万元 明年要开始收门票 立刻加码开放官邸二楼 包括蒋苏美龄的画室 和书房 还有蒋中正的起居室和卧室 但却有日本团导游抱怨 说现场导览员 根本不会说日语 让他们来到这里 还是看得补萨萨 我问他们的客人说 解说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完全听不懂 即使有发日语的解说给他们 他们也完全不懂 里面到底是什么 士林官邸明年加收门票一百元 但因为多了二楼的可看性 游客勉强可以接受 但是导览人员 语言能力不足 恐怕难以吸引更多国外观光客 中讯的沈亿凡和赵伟 台北采访报道 好的